中共的一带一路在世界扩张势力 不平等贸易关系 知识产权盗窃 购买民主国家战略性资产 华为 北极 在南海和邻国的紧张关系 哈利法克斯国际论坛上 专家们聚焦中共 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乍实认为 无论中共在经济或军事上的扩张 还是华为 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西方要全面看问题 做出全面应对方案 英国上员议员 Pauline认为西方民主国家 在关键具体问题上 要共同行动 香港前民主党主席 刘慧卿则认为 民主国家在和中共打交道时 必须要求对等 专家们认为 在形成西方民主国家 对抗中共的战略方面 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 相当关键 需要盟国间技术共享 以及美国的强大军事能力 对盟国的支持 这个西方民主国家对抗中共的策略性文件 将在12个月内公布 新唐人记者刘海英 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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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投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